訂閱傑斯頻道 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集結力量 為自由攜手守護鎮上 毫無疑問 今屆奧運的游泳 絕對是最juicy的一個運動 奧運的游泳已經結束了 我想大部份的焦點 都會在中國運動員 中國運動員拿了12個牌 比上屆奧運的數量多了一倍 上屆拿了6個牌 但今屆大部份是同牌 金牌只有兩面 都是來自到今天為止 仍然在世界泳壇 大部份的教練 游泳專家 或過氣的榮手 都覺得匪夷所思 打破世界紀錄 快了足足1秒 46秒4的潘展樂 兩面金牌都與他有關 100米的自由泳 還有4乘100的接力 如果大家有看過程 幾乎都是跟他有關 只會贏他一個 因為之前的三個游泳 中國大概排在第三位 大部份都是油官展樂 最後一棒是後追 今屆很juicy的一件事 都是跟禁藥有關 其實賽事都完結了 其實可以跟大家探討一下 運動禁藥的問題 特別是 我覺得這幾天 其實很多很juicy的新聞 特別是中國榮手 拿了牌之後發了一封 其中一個就是 200米的混合式 拿了 200米混合式 拿了銅牌的汪順 這個人 因為一拿牌之後 要接受訪問 所有問題 外國傳媒的訪問 都是圍繞著禁藥的 汪順就說 中國選手 堅持 拿乾淨的金牌 風格的金牌 以及道德的金牌 第一 第一 說這些說話 就很 共產黨式 一定是有人教了 去說 以及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共產黨說話 最厲害的是 說什麼呢? 就是說 說 乾淨的金牌 風格的金牌 道德的金牌 相反就是 中國選手 拿的金牌 這個呢 就是 大家 看國情新聞 或者要去理解國情 就一定是相當之 重要的一件事 一定要理解 什麼叫做 反話 中共最厲害的是 將說話 吊磚來說 所以就很juicy 但是 其實 我也很想很系統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次 就是 其實 最重要的問題 所在 在哪裡 因為其實很多人 都未必會搞清楚 究竟這麼弱的問題 在哪裡 譬如 很糾結的一件事 就是 這次 中國的游泳隊 就不斷強調 所有的榮首 無論拿牌不拿牌 在整個的奧運 都是 被檢測是最多的 譬如 好像汪順那樣說 他說 他說 在奧運期間 我已經接受了11次的檢測 由早到晚檢測 如果 如果 國內選拔賽 去到奧運 總共 被檢測過28次 所以 第一個問題 就是 例如 藍絲 親共 愛國的人士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的 榮首 被針對 他們檢測過很多次 譬如 譬如 潘展諾 他也被檢測過很多次 但是 你檢測不到 出來 的確 有了一個 在很多 世界泳壇的教練 不只是說 菲比斯 接下來 接著 打了幾天 很多人都發聲 形容這個 這個 記錄 46秒4 100米自由泳 是人類不可能做到的 其實 正常來說 全世界 你和我都是人類 我們應該為 潘展諾 將人類的100米的游泳 在水上的運行 快了一秒 而感到興奮 感到自豪 這絕對是一個人體的極限 但是 實情 又如何呢 實情 大家都 沒有一種興奮的感覺 我覺得 最值得探討 如果 換轉 不是一個中國的榮首 可能是一個美國的榮首 可能大家這幾天 就會覺得 很厲害 在今屆 整個的奧運會 以後 那些人 說起巴黎奧運 可能 就會 想起一個 100次 游泳 46秒4的紀錄 一定會 明流清史 以後 很多人會記得 特別 例如 那些年 美國 跑手 奧運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不太記得 可能我錯了 用10秒之內 10秒之內 跑完100米 那些人 是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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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實際上是相反的 全世界人都覺得 感覺很不良好 這是不是 跟民族主義有關 或者是 種族歧視 或者是 我們根本不相信 一個亞洲人 甚至是 一個中國人 他的體質 有這樣的 就 相信 他可以有這樣的 爆炸力 有這樣的速度 去做到這件事 但是 又催不去 相反 另一方面 就是 他真的 好像建制派那些 這樣說 他真的 驗過了 他驗不到 他又吃禁藥 所以 這個 我覺得很值得說 這次 首先 回到 大家最近 也有聽過 在奧運期間 也有聽過 中國集體 23名運動員 吃藥 那個吃藥 其實我想再說 多一點 讓大家可以明白 為什麼 這一宗醜聞 其實 是 其實是 很震撼的醜聞 而為什麼 其他的泳隊 其他國家的泳隊 其實 大家都覺得 很有問題 而大家都認為 這宗醜聞 其實是 應該 不去批准 中國參加 今屆 奧運 的 游泳賽事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這個回到 就是 在 2021年的 東京的 奧運 那 就 中國獲得了 三個金 然後 還有總共獲得了 六個牌 包括 張雨菲 在內 然後 然後 相安無事 兩年之後 大約去到去年 二、三年 然後 爆出這宗醜聞 就是說 原來 參加 東京奧運的 中國泳手 有二十三名 是 在 東京奧運之前 是驗出了禁約的 而驗出了禁約之後 大概 好像有四個 是 中國 國家 但是 其他 仍然 但是 這件事 在東京奧運之前 是沒有揭發出來的 是 收了 然後 容許 這些 被檢測過 有 服飾過 禁約 有呈現過 陽性反應的 運動員 是繼續參加東京奧運 然後 就 拿了 三個金 總共拿了六個牌 這個成績 而這件事 在兩年後 是揭發的 這個就很離譜了 離譜在什麼呢 就是 其實很簡單 因為 應該一視同仁的 就是 所有的運動員 其實 所有體育都是 運動員 一驗出 吃藥 其實無論如何 都需要停賽 或者 接下來的大賽 一定是不能參加 但是 疑問就在這裡 疑問就是 為什麼他們還可以 還可以 被容許 參加上屆的東京奧運 然後 最後得出的一個解釋 就是 這個 WADA 世界反運動禁約機構 就說他們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解釋 就是說 這幫運動員 吃了一些被污染了的食物 首先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剛才說了 就是為什麼這件事 在東京奧運兩年後 先拿出來 還是被人家拿出來的呢 為什麼當時不揭發出來呢 不在陽光底下去做事呢 第二的就是 所謂被污染的食物 其實 是說得很籠統的 因為這23個 在東京奧運之前被檢出 有陽性反應 其實是 中國政府的解釋 就是說 他們不是集體在同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都是分佈在中國各地 或者就是他們在東京奧運之前 有參加不同的國際的泳賽 中國政府的解釋其實很牽強 就是說 有些可能在北京吃了 進口的澳洲牛肉 有類固醇 有些也說 是在當時東京奧運下塔的酒店 那些食物污染了 總之又在來來去有不同的地方 這就很令人匪夷所思 又是繼續匪夷所思 為什麼呢 只有中國的運動員 就會經常在不同的地方 吃到一些受污染的食品 那這些解釋是相當牽強的 但是最荒謬的一件事 WDADA 是接受這些解釋的 那這裡先講一講 就是 WDADA是一個什麼組織呢 其實都是十年八年前 就 就是 起家 這個組織 就是 上位的 最出名的一鋪 其實就是十年八年前 以前他們驗出俄羅斯大部分的運動員 在普京年代 仍然是 那時候也是普京年代 那 都是 服食大量的禁藥 然後 WDADA 就是 驗出了 接著 就 禁止了俄羅斯的運動員參與 已經有十年八年了 已經差不多 譬如說 我可能有記錯 大概是憑記憶 2012年的倫敦奧運 開始已經沒有俄羅斯運動員參賽 因為是廣泛地吃禁藥 不只是游泳 田徑 舉重 什麼都吃禁藥 那時候 WDADA 就是 聲明大躁 那他就上位了 但是 現在 2024年的 十年左右 的WDADA 已經又變成一個 相當之腐敗的國際組織 這個 其實就是 所以 今天要看很多事情 譬如說 這個也反映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國際組織 其實今天都是 因為 被中國的滲透 然後搞到不倫不類 譬如說 大家經常聽到的聯合國 或者還有聯合國核下的人權 還有 理事會 或者世貿 或者世衛 那 WDADA 亦都是這些 這樣的 物體 所以 很多人 其實在這件事 上 很多人想 關注的問題 其實就是 這個組織 還信不信得過 他和中國的千絲萬縫 還有的就是 那個市場 導向的問題 譬如說 當中國 一個這麼大的市場 OK 然後他們的榮首 驗出了 如果有禁約 為什麼這件事 要收起來 這件事 可能不只是關乎 WADA的事 這件事 是一件相當之 政治 敏感的事件 因為 可能 有 包括 包括 世界的榮會 還有 IOC 國際奧委會 等等 大家盤算的問題 就是 在今天 大家 可不可以接受到 一個沒有中國運動員的 游泳賽事 甚至一個沒有中國運動員的 奧運會 那些廣告贊助 會跌成怎樣呢 這些事都是所有人在盤算的問題 所以 上屆這件所謂叫做 23名選手 禁約檢測呈陽性 在東京奧運前發生的醜聞 其實是一件可能牽涉很多很多人 一個很龐大的 可以用犯罪組織來形容 當然 以中國 共產黨為主導 以及 也可以從這件事裡看到 中國共產黨那種 不擇手段 就是 要奪取一個 骯髒的金牌 一個 沒有道德的金牌 那種的積極性 背後的積極性 所以 這裏會看到很多東西 所以 但是 也要回到你 而這次 巴黎奧運 最juicy的一件事 就是 就是 國際奧委會仍然是可以容許 今屆的中國的泳隊 就是 這個拿了12個獎牌的泳隊裡面 是有超過一半的泳手 11、12個左右 是跟上屆23名選手 驗出有禁約醜聞 是有關的 包括有 有 這個 張宇非 上屆東京拿兩個金 今屆他沒有拿金牌 他驗出過 就是 服食過 這個就是 TMZ 就是 跟心臟病 有關的處方藥 曲美他津 那 每個人吃的禁約其實都不同 還有 今屆 今屆仍然有參賽 包括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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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順 剛才提過 拿銅牌的汪順 284色 還有 尋海洋 他的成績差不多接近最差 他是 游蛙式 決賽也游不到 還有 譬如說 楊俊軒 這些可能沒那麼出名 還有 余依庭 余依庭 其實是 女子200米混合式 他都拿不到 排第四 但是他在東京奧運會 他也是驗出 吃TMZ 那麼 還有 還有 差不多有 11、12個 OK 比如說 四成一百米 破天坊 中國隊 四成一百米 自由泳男子 拿冠軍 那四個人 除了 潘展諾 是驗不到 有禁藥 還有 他不再 上屆 因為他只有19歲 上屆他沒有 東京奧運 他沒有份 除了他之外 另外三個運動員 這個 徐家瑜 尋海洋 還有 這個 孫佳俊 三個都是 上屆23名禁藥醜聞裡面的人 這個 這個 再繼續強調 一件事就是什麼 喂 現在又不用說規矩了 因為回到最簡單的 一件事就是 我不管你那些禁藥 是故意吃 還是無意 吃了受污染的食品 你驗出有違禁的藥 今天所有的體育運動 其實都是 首先 就停了賽線 接受調查 等等 但是現在 不用說規矩 所以我想 無論 其他國家的泳隊 比如美國 澳洲 英國 等等 其實一直質疑的 就是這個問題 那 是不是現在 改了玩法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是不是 只要我驗出 又吃了禁藥 然後 我又說 我吃了 我吃了 一些 由中國進口的 受污染的食品 然後 然後 你又接受 然後 我又可以繼續 這樣參賽 那就不用玩了 全部都可以一起吃藥 所以 這次我想 奧運的泳賽 已經結束了 最後 其實 都是 這個問題 就是 今屆 在巴黎奧運的 游泳賽 是不是一個 沒有吃藥 和有吃藥的 競爭來的呢 所有的成績出來 其實是公道 還是不公道呢 這個就是 今次 整個泳賽 夢想的 一個 陰影 還有 未來會是怎樣呢 至於 最後 可以回答一下 一個問題 就是 很多 親建制 藍絲 剛才都說 最多的就是 他們 檢測過 從早上到晚都被授檢測 然後又驗不到 那你催他 不像啦 這樣 那我 推介給大家 其實 大約應該都不夠十年 七年八年前 我都不記得哪一年 OK 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套相當之 奧斯卡好像也有提名的 紀錄片 叫Ikarrus Ikarrus 其實是一個 希臘的一個神的名字 他的故事就是 Ikarrus 就是 他就用蠟 用蠟燭那些蠟 做了一對翼給自己 然後 他跟他父親 仇禁了一個島 他就靠一對翼 做這對翼 然後 跟他父親 就飛了上天 然後 就逃離了 被囚禁的島 但是他就得意忘形 然後 然後 就 繼續越飛越高 但是他忘記了 他的翼是用蠟做的 其實就好像 金藥那樣 是造假的 你本身是真的不懂飛 但是他就要越飛越高 飛到接近太陽的時候 那對翼的翼就融化 這樣就跌倒了下來 所以紀錄片 就用這個比喻 講金藥 那裡是非常精彩的一套 就是 講運動金藥的片 其實你看過你就知道 第一 那裡其實 最主要focus 就是在 單車手 拿了七屆幻發單車的 岩士堂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名字 在那些年的時候 很多單車迷都是 岩士堂為超級偶像 即他就等於足球界的 美斯 或者網球界的 但是他拿了七屆之後 到最後 他是被揭發 長期服用金藥 然後他那七個的 還法金牌 全部被褫奪 很多人就接受不到 就好像今天 撐光文衛一樣 OK 突然看到他那邊 藍絲的 石士論文 然後也不知道 怎麼接受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然後拍這套紀錄片的 導演其實也是其中一個 然後他就 用了幾年的時間 我也大約是憑記憶 他就 用自己來做實驗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 業餘的單車手 然後就 他試一下在一些 很大型的業餘的 單車賽事裡面 吃禁藥 然後就 怎樣可以避過 一些禁藥的檢測 甚至就是 他後來 找了一個很出名的 我也不記得名的 一個俄羅斯的 一個禁藥專家 這個禁藥專家 是好笑的 他就是 本身好像 大概在 WADA 這些禁藥組織那裡 是做的 有不同國家的禁藥專家 這個就是第一個搞笑的 搞笑的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禁藥專家 是教運動員 去避免過禁藥的 那時候 俄羅斯很大 如果你有看過幾條片 也有說 他們大規模地 在各類的運動上 由普京的政府 由上而下去主導 然後就 用各種的方法 包括 包括是科技的競賽 或者還有就是 尿 驗尿 那些尿 可能未必是那個運動員 他們有很多方法 可以避免 找人請槍 之類 當中牽涉到 也有 貪污 腐敗 還有就是 另外就是 科技競賽 也包括 教你吃一些 暫時還驗不出的禁藥 其實中國很強 你知道嗎? 因為中國有中藥 中藥也是一個 很難去驗測得到的 在西方的禁藥組織裏面 所以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禁藥的競賽制 就像貓捉老鼠那樣的遊戲 如果大家 其實 很推薦大家 去看看 Icarus 這套紀錄片 其實就是告訴你 最後的結論 就是回答 這套紀錄片最後的結論 其實就可以回答 今天的建制 藍絲 親共 外國人士 那個問題就是 為何 九十多次都驗不出 你吹我不像 其實那套紀錄片最後的結論 都是告訴大家 他想帶出的訊息 就是 其實是很牙烏的 你要避開這些檢測 或者這些檢測到造假 是簡直易如反掌 最重要的是 你有錢就可以了 所以 俄羅斯就沒有中共的影響力 因為俄羅斯沒有這麼大的市場 所以 十年八年前 WADA上位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 找俄羅斯制旗就最好了 夠正義感 但是 去到今天 更加邪惡的中國 今天 仍然有很多西方國家的人 都仍然未 alert 到 這是一個最邪惡的國家 仍然都是 在做生意 市場導向的角度裡面 什麼都不能失去中國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一起包庇他 一起包容他 這個就是解釋到 今次的游泳 所帶出來 今次巴黎奧運的游泳 其實帶出來的 這麼深層次的問題 為什麼 到最後 其實 今天的奧委會 或者WADA 或者其他的一些 游泳的組織 其實最後都是告訴大家 但是 釋出一個訊息 就是 事惹彈 大家 視而不見 就 隻眼開隻眼閉 總之 如果沒有了中國 都是那一句 今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沒有中國這件事 No China 沒有人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所以 算了 下次再玩過 不要這麼認真 這樣 這個就是 今天的問題存在 所以 這個不只是游泳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 其實整個世界都要 已經 已經遲了很多 其實一早應該已經要 去再思考這個問題 全球一體化 是不是要跟它 這個邪惡的國家 或者甚至它是魔鬼 我們是不是要跟魔鬼的那套 規矩去玩呢 如果你問我 我可以立刻回答你 是啊 今天的Globalization 就是要告訴你 你要跟魔鬼那套規矩 否則它就會譴責你 說你單邊主義 說你就是保護主義 所以 全球 什麼叫全球一體化 在中共的演繹裏面 就是說 大家要無底線 總之 什麼都要侵入大家一起玩 你不要管 總之 我比你兇 那今天的話語權 就在我身上 你就跟我的規矩 所有道德 真理 人權 自由 人的尊嚴 所有事情都不需要說 就是說拳頭大 然後就跟誰 在中共的角度 從來都是這樣 他們會接受的就是 幾十年前 美國大 就跟美國那套 今天 我比你美國大 你們就要跟我那套 所以就會演變到 所以 運動不只是運動來的 是很複雜的 也會看到這個世界 是那種敗壞 跟幾十年前比 今天真的敗壞很多 所以 就 繼續 繼續 要去喚醒多些人 要去向今天 幾十年前 中國 經常很流行一句說話 中國人就說 要敢夠膽向美國說不 我想今天整個世界的人 其實都要學一下 站起來 要夠膽向中國說不